大夫 啊 啊 老婆 大夫 最近我 还要 一个 一个 是我这个家的 家传你 你 大爷 大爷 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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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对不起 虽然昨天都以为我死了 是的 都不真 不好 国外的奥法就拿到了 动了一点走高飞之后 我俩的摘毫 让苏丑 那妈还 哈哈哈 德志文这个王八蛋 蔡老子辣 我看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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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骗你们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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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文总是 我也不不而是 多十年 我看过山来 解不过了 什么脏糊 我 我看 那个神经文化债 只舍得喝凉水肯慢的 你可以不敢停下 他在我们死之前 钱了好多钱 可以啊 那你办了什么事 终于 我把这我们所有的债 都还完了 也替他守住了这个家 守住了他的亲爱 和名声 这玩意 这玩意 成了绝尝 我很快就能来欠你了 这玩意 成了绝尝 原 路易斯先生 听说您在漂亮国这些年 取得了顾斐的成就 这是成立的基金会 将以您太太名字来命名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基金会的成立 最重要的就是感谢我的太子 刘珊珊女士 她在国外十年的陪伴 是我能够获得成功 回归社会的动力所在 老婆 给你介绍一下 介绍我 师妹 刘珊珊 嫂子好 这部分 你这个皇妈的 你居然没死 你居然为了给这股狐狸精 尚宿尚飞 尚飞 你居然为了给这个狐狸精 尚宿尚飞 你居然为了给这个狐狸精 尚飞 少飞 你对他追我吧 你把他追 我们不认识你 你要是在乎小文财 就别忘了 客气 你追我吧 我给你配了 记着 去死吧你 如果冲了那些事 我绝不会放 你死 爸爸 我居然没死 2018年9月1号 我竟然回到了十年前 裴志文车祸假死的那天 嫂子 你醒了 喝多水吧 嫂子 先喝点水热的嗓子吧 上一世我喝了这瓶水 就晕过去了 醒来就得知 裴志文已经火化了 这一世 我要你们为你们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这一世我 智雯呢 师哥他 还没进救护室 人就没了 那志文的遗体呢 师哥遗体 那他救护室 要不 还是先去替师哥办理出院手续吧 人都死 人都死了 厚不厚实的 也不重要 上一世 你假死骗我 把我害得那么酷 这一世 我要你假戏争作 上一世 我怎么这么愚蠢 居然相信他死 裴志文 既然你装死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裴志文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 你可以这么狠心地跑下我 嫂子 王八蛋 嫂子 师哥他都已经死了 你这是在做什么 王八蛋 都在死 他没有死 他在装睡 你给我起来 给我起来 起来 嫂子 你这么大 他多疼啊 死人也会疼 不是 我这不是担心怕你疼吗 师哥关心我 不知道 他以为你在关心我老公呢 怎么会呢 我当然是怕你疼啊 我老公不能这么死 我笑好了 我要把他的器官 全部捐 裴太太 确定要捐献裴先生的所有器官吗 是的医生 我确定了 把我老公全部的器官都捐献 就先从 颜角膜开始 嫂子 不能占 事关身材一直都爱念子 不能被这么糟蹋 婶婶 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患者 都在等着器官捐献 质文 他也希望他死后 能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吧 李太太 就是生命大义 令人敬佩 只要我老公的器官还在 就代表着 我老公他还活着 师哥明天就活 活在我们的心中 婶婶 还真是对我老公有了解 没有 嫂子 我 就是崇拜师哥的才华 你别多想啊 医生 可以开始安排手术了 如果 能帮助 更多的患者 我相信 质文在中心里 一定 会更加开心 小儿 妈 你怎么来了 是我叫阿姨过来 师哥毕竟是阿姨的独子 阿姨肯定要来送师哥最后一尘 再不来 我儿子要被开膛破肚了 妈 你误会了 我只是想让志文的生命 得到延续 放屁 你敢扫把心 你咳死了我儿子 你们要摘他的器官 亏你还做得出来 这位家属 黑太太把裴先生遗体的器官捐出来 是对整个社会的异曲啊 你冷静些 不要影响 医生曲智文的眼角膜 偏不让 我是敢动我儿子一个脱脱丝 我跟他平庙 拍手拍手 我已经给我儿子看好目击 今天对我儿子办理出院 我要叙速火化 让我儿子 早日肉土为安 好的阿姨 我现在就去办 书屯 给我儿子跪下 妈 我错了 没跟你商量 是我不对 放点水 小心 书屯 你咋这么狠毒 妈 志文可是社会公众人士 我这么做为他的声誉 有好处 我说不行就不行 我告诉你 就是我儿子走了 你一定要遵守加贵 给我跪 妈 你在这好好睡一觉 至于你担心的火化问题 我会帮你办的 明明白了 你 不要 不要 苏川 你还要沾十个的眼角膜 怎么会呢 我婆婆没同意 我怎么会违背她的意思呢 再说了 我和志文一日夫妻百日恩 我怎么忍心 看着她开膛破肚 阿姨怎么会晕倒 你给阿姨喝这杯水 怎么 这水有问题 没问题 阿姨 应该是因为心理交错 受了刺激 才晕倒的吧 莎莎 那就要麻烦你照顾一下我婆婆了 正如你所说的 老人家受不了刺激 我好安排 婆婆交给我火化的事情 火化等会有人上面有抚 我想 还是应该等阿姨醒来 让阿姨送失个最后一招 老人家受不了刺激 再说 我婆婆好不容易睡着了 我得赶紧去安排她交代的事情 可是 沈沈 你不愿意帮忙就算了 我可以找别人去帮忙 毕竟 你只是个外 家属准备好了吗 我们来接死者一提 我是家属 志文 你放心 我会一直陪着你 看着你化作灰性 洒相 我看见师哥的手好像动了 我们再叫医生抢救一下吧 莎莎 你脑子有病吧 不是你告诉我医生通知你志文死了吗 你现在又出来阻拦我 你到底图什么呀 我 阿姨 阿姨 阿姨快写下 师哥要被火化了 阿姨 阿姨 陪志文 你不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死了 我马上就让你得偿自病 今天要火化的人有点多 你们恐怕要等一会儿了 要等多长时间 两个小时吧 两个小时 一旦陪志文醒不来 我的几乎就全都泡汤了 大哥 你知道的 我婆婆年纪大了 受不了丧子之痛 还说要把她拉回去陪她 我求求你 能不能先让我老公火化 行吧 跟我来 刘莎莎 你明明知道我儿子是假死 你为什么不拦着她 我也没想到 否则真的把师哥拉回去火化呀 姓裴的 我知道你没死 也听得到我说话 他就是打了麻药 动你 这种感觉 是不是很绝望 但其实是我被你的算计 什么样子 这一时 就别怪我心寒 过你放心 只要把你往 反尸炉里一扔 碰一身 化成灰了 下一个三十五号 陪志文 三十五号 陪志文 这还没进粉尸炉呢 怎么就开始冒汗了 你这知名学者的心理素质 怎么用 我撕着陪志文的妈妈 我打了一下 我儿子被拉哪儿去了 陪志文啊 已经拉去火爆了 陪阿姨 天啊 他 你什么 火化我儿子 人都拉来了 不火化行吗 再说这不是你安排的吗 我改变主意了 我来拜志文 回家土葬 火化完了 骨灰也可以拿回去土葬的 呸呸呸 这个家 什么时候轮到你坐住了 你给我滚开 妈 你们不要打扰我们工作 不火化也打开 后面还有人才叫对面 都什么年代了 还土葬 真是愚符 这老太太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 坏人变了 不行 我不讨厌 不能火化我儿子 师父 一会我想亲自按下按钮 送我老姑娘去 贱人 你要收点我儿子 我赶紧拼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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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让你生过不死 停下 快停下 什么 我怎么还不停啊 开什么玩笑 这是智能废号路 一旦开火器的烧完了才能停 不是你说停就能停了 我儿子 我儿子 是妈来晚了 都是妈来晚了 我走开 你好好喊得心 是你害死了我儿子 妈 天地良心 志文是出戳或死 我们有什么关系 不是你拉师哥来后话 师哥到底就不会死 我儿子 你的意思是 这边之前没有 我没说 我什么没说 请家属上的骨灰盒 志文 请起来 哪里来的神经病 连骨灰盒都要抢 看你等等 这不是我儿子志文吗 你抢我儿子的骨灰盒干什么 你看清楚了 三十号郑大尾 郑大尾是我老公 不是你儿子 我是志文的骨灰盒 志文在哪儿 快说 已经准备好了 陪我画画了 等一下 师傅 要不 让别人掀火话吧 我还想跟我老公 再说回话 那好 你上个快点 陪志文 陪志文 我怎么可能让你这么容易去死 就直接扔进瓶盒 我要留着 然后 弯弯折 你快说 你把我儿子弄弄儿去了 快说 在吊咽厅 儿子 师哥 陪太太 已经按着您的药学布置好了 谢谢 不行 我们想单独待一会儿 家人们 看到了吗 知名学者 陪志文教授的追悼会现场 据神秘人物爆量 这一场追悼会 将会非常精彩 咱们拭目以待 刚才他吓死我 儿子 快让妈看看 那块有没有磕头碰着 爱妮 幸好我们来的及时 都是来晚一波 师哥恐怕就要被破花了 是敢害我的孩子 打断他的腿 爸 以后错怪我了 志文虽然是我老公 可他也是您的儿子 我怎么会不经过你的允许 就将他火化呢 算你都自知之明 阿姨 事不宜迟 我们还是把师哥转移走吧 你们今天 谁也不能让志文带走 我要在这里 给志文举办追悼会 你说什么 要给志文举办追悼会 妈 志文怎么说也是知名学者 咱们得让他体体面面地走 刚刚志文的领导跟我联络说 要来参加志文 要来参加志文的追悼会 还要轻松 我冲金 不冲金 这个不冲金 应该是我 哎呀 你糊涂啊 师哥是假死我 这要是办追悼会 不全露馅了吗 所以这个追悼会 一定不明白 对呀 我怎么把这些杂给忘了 差点就被那个诉讼给骗了 不行 你就是说破天了 这个追悼会 我也不同意办 齐磊 别打我们路 哎 你们不能带他走 妈 起来 妈 你没有那个劝啊 家人们 这要不是我亲眼所见 我是万万不敢相信 这当婆婆的要把 裴教授给推走 这葬礼 还没开始就要结束 连追到位都不开 搞什么飞机啊 这里面不会有什么猫力吧 老婆 除了这个门 我就要是远走到飞了 这是其他的门 就拜托你了 妈 不能带致文走 停下 给我敲一下 停 三叔 大哥 二嫂 你们 你们怎么来了 黄雨兰 你怎么搞的 除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不给我指挥一手 要不是致文媳妇给我电话 出发电话 直到这部一家人都见不到了 我赶快 你这都一定放好 雨兰 你到底还有没有把我们这往亲戚翻的眼里 雨兰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这样做不是拿我们当外人吗 我 我之前是考虑大家都很忙 我就没好意思麻烦大家 掌能耐了是吧 不够商量 去给人家打电话 以后我老婆子脸包哪放 妈 我看您伤心难过 又怕失了礼数 才自作主张地通知大家伙来 我难道做错了吗 我 虚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难道 他知道了些什么 裴志文 你就慢慢装死 今天 我就让你当着所有人的面 颜面就是 志文媳妇 你没错 王一兰 错的是你 你错的离谱 算是我 您是不知道啊 我原来是打算给志文 吐葬的 可谁知道志文媳妇 刚才差点就把志文火化了 要重回来的金石 他就把志文给烧了 你糊涂啊 这火化是国家提倡的 就我这一把老骨头死了 也这一把火烧了 志文这是名人 他怎么能破坏国家的规矩呢 三叔 教训的是 我 我知错了 你现在 你跟志文媳妇道歉 什么 我给她道歉 我可是她婆婆 我说叫你道歉 你一定要道歉 我 之前 就算我错了 我给你道歉还不行吗 不过三叔 这最道会 可千万不能办啊 王一兰 你干什么 三爷爷 你们就别再过我妈了 我妈 她也是有苦衷的 我倒要听听啊 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志文一向最听妈的话 我在过门之前 妈这总是说 要勤俭持家才是正道 记得我和志文结婚以后 回老家 大家伙都是随了份子的 为了避免出张浪费 酒席都没办 把日子就过起来了 我呸 儿子结婚的五万九息 这哪是叫人勤俭持家 分明就是抠门 还有啊 妈为了省钱 就跑了大半个省城 去买过期的喜糖 拦都拦不住 这个做什么 好啊 做都做了 还不让我说了 难过儿子吃了喜糖 当天晚上就十五种 都进了医院 人家就是你干的 我那个缺家人吗 我没听错吧 还一叫说外表 看着光鲜亮丽 你私底下居然是个妈爸爸 过去的事就不提了 省钱这事 诗文跟他妈妈是一样的 不是的 诗哥他文人处事一向低调 阿姨也是怕这样铺张浪费 违背了诗哥的初心 这才带诗哥土葬的 对啊 你看现在住了一个电眼亭 多奢侈啊 几个一个追导会 这么铺张浪费 这志文要是在天有灵 他一定会怪我们的 诗文心啊 你看这追导会的 三爷爷 我原来也不想这样的 可是这晚生前对我那么好 他现在走了 我却什么也做不了我这心里 宝子 你就听长辈们的吧 别闹了 以我对诗哥的了解 肯定也是想悄悄地就把后事给办了 说来也是惭愧 我跟志文同床共诊这么久 竟然还没有姗姗里了解 还真是不称职啊 你是谁啊 谁那么事儿 你要叫人家老公干嘛 这笑事喷的 都呛死人 你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 你 你们这么说 就没考虑过师哥的感受吗 呦 你是志文什么人呢 我怎么听着一股子酸味 我 二婶子 珊珊可不是外人 她是志文的师妹 平日里对志文就照顾有加 这次志文出世以后 更是珊珊忙前忙后地照顾 我都要对珊珊说声感谢 嫂子 客气了 师哥生前对我照顾有加 我为师哥做点绵薄之力 也是应该的 你可 师哥 你叫人挺亲热 是不是看这位年轻 有位贵妻上去的 就这种女人呢 我见得多了 要点狐狸酒 不是啊 我 我和师哥是清白的 不是啊 阿姨可以证明 对对对 我可以证明 珊珊和志文是清清白白的 这才说两句就急了 金里没鬼才怪 嫂子 你是知道的 师哥一直在哄名上 他们说我不道歉 你不能让他们往师哥身上扣屎盆子 刘珊珊 上一世你就是用这些话我能屁话 要不是重来一世 我还差点就信了 嫂子 你倒是说句话呀 刘珊珊 你这不是以火烧身吗 我的一世英明 恐怕也保不住了 我当然相信 是老公的为人 珊儿媳妇 我刚才可是替你这说话呢 真是不自好赖 嫂子 他们说我不当姐 幸亏你替师哥承枪 不然师哥权下有志 肯定会怪我的 志文是我老公 我当然相信他 珊珊 志文经常在我面前提起你 说你学习勤奋 一路走来不容易 让我把你当妹妹一样对待 说你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师哥 真是这么说我的 当然 不然怎么会把 给亲戚孩子找工作的事交给你 二婶子 说到这儿 你也得好好谢谢人家珊珊 难道志文没告诉你啊 给你家浩浩找工作的事 就是珊珊帮忙安排的 二婶子 你少叫我二婶子 恶心谁呢 你怎么不算 今后早晚就打人了 我打的就是你 说是给我儿子找工作 结果害我儿子进了传销 昨天刚被警方解救出来 命都要没了 不可能 我跟你讲的是张建公村 怎么可能是传销 你问问在座的各位 难道是我冤枉你了吗 我爷爷从这儿被骗去了 还好打机灵 偷偷地跑出来了 师哥说是张建公村 怎么会 糟了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珊珊 我收了亲戚们的钱 却被黑心中间坑了 俗传 要不是你 我和珊珊 早就冤走高飞了 珊珊 我跟志文这么相信你 才把这么重要的事情 交给你办 你怎么 你凑了我们的钱害了我们的孩子 你上去天亮 买我们的钱都给我退回来 对 退回来 赶快退回来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不关我的事 不关我的事 珊珊 你好好想想 你把亲戚们的钱 换到哪了 师哥 是师哥的 志文 可能 长辈们都是看着志文长大的 志文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你再给我说八道 我儿子志文 从小就聪明善良 他怎么会做这种 坑坑怪骗的事 阿姨 阿姨相信我 是师哥 对 师哥之前给过你一张银行卡 那里面 就是亲戚们的钱 你是说 上月志文给我那张卡 对 阿姨 你想起来了 你赶紧把钱拿出来 赶紧还给大家 二婶子 把钱拿好 给大家伙分一下 还是自文媳妇靠谱 比你强多了 我也不知道 志文给的我什么 那没良心来的钱 那个人是蒙在鼓里的 子母多败的 王宇兰 这就是你养出来的好孩子 啃了这么多亲戚的钱 是要糟雷批的 按照族规 啃蒙管骗子 是要被开除族谱的 家人们 不出意外的话 这裴教授就要被开除族谱了 大哥 钱 我已经还给大家了 你为什么 还要把志文开除族谱呢 这符税 您不是不知道 不 志文 不能被开除族谱 三叔 怎么说 您是在陪家的后台呀 三叔 我在这跟你赔罪 您大人有大量 您就原谅志文一次吧 王宇兰 陪志文就有自欺 怨不得别人 跪下 三叔 跪下 王宇兰 一目光短浅 教子无方 陪志文攻击外人横行枪 现在代表陪侍家族当着众人的面 将他从陪侍族谱当中除名 三叔 都是我的错 三叔 是我没教育好 志文 三叔 我在这里给您赔罪了 求你再绕过志文这一次吧 三叔 我求你了 三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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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纯 这就是报复我的手段 好不好 你的目的达到了 陪志文 被开除祖谷的滋味怎么样呢 您以为这就完了吗 精彩的还在后面 全完了 阿姨 清醒点 志文哥已经拿到了美国的offer 以后都再也不会回来了 至于那个老十字的祖谱 根本不中他 是啊 我儿子就要出国了 我儿子出去了 我应该高兴才是啊 妈 地上凉 来 我扶你起来啊 哎 我用你扶 你这个丧满性 你给那么多的亲戚招了 就是为了让我说志文 尊重出丑 现在 你妈噎了是吗 妈 你真的说了什么话 我也不知道志文会做那些事情啊 我要是知道志文会被开除主谱 你打死我 我也不会请乞乞们过来啊 你 志文的名声 被你给坏了 你们娘娘 都要被你给害死了 妈 事已至此 志文的追悼会 还是要办下去 嫂子 阿姨都已经这样了 你还要办追悼会 当然 因为 我邀请的宾客 马上就到了 什么 他勾起了宾客 我说过 要让志文风风光光地离开 就一定会做的 更何况 他们马上就到了 志文 我们来看你了 他们怎么来了 糟 那件事 怕是从事 志文 我刚才看你了 费太太 请节哀 没想到 我们以这种方式见面 感谢韩所长百忙之中 抽空来参加志文的葬礼 好 费太太 这里人多嘴杂 我们进一步说话 你们两个先去调研吧 哈所长 您是来谈 不是新的事情的吧 这个家 我做主 你跟我谈就行 赔酒 那吃里排外的东西 要不是他 老子怎么忽悔到 今天这个地步 少说两句吧 死者为大 今天这场 咱们就别添乱了 我知道 我又咽不下这口气 费太太 你们要见怪啊 小秋刚被所里处分 她的情绪偏激 是难免的 韩所长 小秋被处分 是不是和志文有关 知道 韩所长 如果志文有做了不对的地方 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想让他清清白白地走 不想他留下什么污名 清清白白 怕不是在开玩笑 他可能不知道 陪志文在所里早就臭名昭著了 韩所长 我们家志文到底怎么了 你不要瞒我 是这样的 裴太太 三个月前 陪志文负责的项目 他挪用了三百万的科研经费 至此所里 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大家都是怨声载道 什么 志文他挪用了项目经费 天哪 教授 我没听错吧 还叫说居然挪用科研基金 陪志文说不会为这次杀吧 我看有可能 只包住我了 我想知道这个消息传到哪了 当然是世界各地了 穷安 怎么会做出 如此卑鄙的事情 这 裴太太 这我难道还能骗你不成啊 这样 裴太太 您先别着急 等正文的追悼会结束了 咱们再商量怎么解决吧 看所长 虽然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但如果这件事情确实是志文做的 我愿意负责道题 你负责 你拿什么负责啊 真的说话不要疼 据我所知 陪志文的经历状况并不乐观 这么多钱你赔得起吗 苏淳 那还真是蠢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看你今天怎么受伤 我和志文结婚多年 还是有些积蓄的 现在 我愿意把这些积蓄拿出来 一部分 归还所里的研究经费 剩下的 全部捐赠给山区的 希望小学 奇怪 苏淳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独独逼人啊 莫非 他知道了什么事 别怕的捐赠遗产可不是小事 你可要慎重考虑 韩所长 你不用劝我 我想得很明白 如果不拿出全部的诚意 又如何弥补志文犯下的错误 我相信志文如果活着 他也一定会支持我 这个女人 居然要把我的全部财产捐出去 那我醒来 岂不是什么都没了 不行 你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 阿姨 你快娶娶嫂子 这把师哥所有遗产都捐了 等师哥醒来 可就什么都没了 我发了天 他竟然惦记着 志文的遗产 老婆 那么隐谋则成 是不是 你是疯了吗 是 为什么你把志文的遗产都捐赠到 妈 您刚刚没听到吗 志文 他挪用了科研经费 如果不把这笔经费还回去 他会背负着一事无名 你想让他在九泉之下 获得爱心 就算如此 那也不用 把志文的遗产 全部都捐献出去 妈 志文他对亲戚 坑蒙拐骗 挪用科研经费 我这心里啊 一直都不踏实 现在 把剩余的财产捐出去 也算是会志文 行善积德呀 那也不行 缺陷遗产这么大个事 怎么能跟你一个人说了算呢 再说了 你把他的遗产 全都捐出去了 那我以后怎么活啊 妈 你别担心 不是还有我吗 我来养务 还算你有点良心 阿姨 你可别给嫂三言两语 就混了不去 你也是诗歌的 几遗产继承人之一 没有你的允许 谁也救不了 珊珊 我们家的事 怎么轮到你这个外人 激进外败 我只不过是替阿姨打破负负货品而已 这些财产 是阿姨以后生活的保障 你要是把失恶全部遗产都捐了 以后你开开屁股走 那阿姨你怎么办 对呀 你差点儿就被苏孙给骗了 这个赛产不能捐 妈 外人不理解我 倒也算了 我一直以为您是支持我的 怎么到现在 您您也不理解我了呢 雪雪 今天就算你说过天 捐赠遗产这个事 我也不会同意的 志文以前总跟我说 人要在能力范围之内 帮助别人 我相信 这件事情 如果是志文在的话 他也一定会支持我的 你说呢珊珊 我 我怎么知道 珊珊 你自己不就是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吗 怎么 这么快就忘本了 珊珊 要不是我和志文资助你上大学 恐怕到现在 你还在山区里 结婚生子 更别提现在的时候 这个节奏遗产 有什么关系啊 哦 我想起来了 志文曾经说过 他资助过一名 贫困山区的女大学生 就是你吧 师哥资助过很多大学生 我只不过是其中一个 不过 看你这一生名牌 我倒是没有半点凭空生的影子啊 我 当大学毕业 打扮打扮自己 也很正常 也是 为了融入工作吗 我只是想不通 志文这么爱惜羽毛的人 怎么会做出 挪用经费的事情 贺太太 我建议你做个财产公证 保护好自己的权益 谢谢韩所长 志文生前 跟王律师那里留了一份遗嘱 我刚刚已经跟王律师联系过了 他稍后就到 那就好 陪志文 等我拿到遗嘱 就把你的财产全部都捐了 苏淳 别想拿我遗产的主意 我的钱 你一分都别拿 陪太太 让您久等了 您要的东西都带来了 这份 这份 就是贝先生的遗嘱 这是 这是什么 陪太太 非常遗憾地告诉你 陪先生在这份遗嘱上 把他的遗产 都留给了他的爸妈 陪志文 我早就知道你不会给我留一分钱 不过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会把你在乎的东西 名声 地位 金钱 每一个一个摧毁 你们听到了吗 我父儿子把遗产都留给了我 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你也无权进行捐赠 你可知道志文为什么没有把遗产留给我 你嫁给我们家志文五年 连个蛋都没生出来 我儿子早就不愿意跟你过了 妈 志文把遗产留给你我没有计较 是我懂事孝顺 你可拉倒吧 这个钱都是我儿子自己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妈 志文和我可是夫妻 这是我们夫妻共同的 今天这份遗产捐也得捐 不捐也得捐 你们大家快来看看吧 这儿媳妇媳妇婆婆了 快来看看吧 她刚播十分钟 光看上去就已经一百万了 看来名人笑愿还是挺有缘的 家族明明那么难受 却还想着捐赠遗产造福社会 太伟大了 妈 起来 苏苏 你这么兴师动众的 你到底要干什么 捐赠遗产这么大的事情 当然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们志文的善举了 裴志文 你就继续躺着装死吧 这次我要让你尝尝 什么叫大型射死现场 你让他们赶紧走 这里不欢迎他们 妈 他们可都是我花大代价起来的 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我说让他们走 他们必须得走 这就是我儿子的追悼会 我说了算 嫂子 你看 这里闹哄哄的 师哥他肯定不喜欢 要不 你还让他们赶紧撤了吧 不然伯母 又要闹着把师哥带走了 对 你要是不让他们走 我就带我儿子走 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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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儿子搬出去 这钱就是你们的 我看你们谁敢 今天 你们谁也别想把我老公带走 我花钱雇的你们 你是听他的还是听我的 啊 动了 家人直播追到回现场 我玩的就是心跳 零雾刷起来 大幕走起来 我刚才真的看见 自己动我一下 我也看到了 我也看到了 人都死透了 怎么可能会动 是不是看错了 兄弟 今天不是鸡月霸 不会真的战事了吧 我老公手动了 我动了 我老公手刚才动了 阿姨你看我们人快乐 哎哎 别跑我给你们家钱 给你家钱 哈哈哈哈哈哈 呦 这是上班的给谁给你送钱 大哥我就说这裴志文怎么可能没钱 就是想赖账 让开 爹 你们在做什么 做什么裴志文欠我钱 人死在不乡 我过来是讨贩 什么 你说我老公欠你钱 你们是不是搞错人了 来志文 他就在烧城回我都不认识 志文在外面会有欠款 我怎么都不知道 妈 你听说过吗 你问我做什么 你们两口子事 我怎么可能知道 你俩在这一定顾过啥了 是不是想来葬了 嗯 怎么会呢 我老公一向老实本分 如果确有其事 我们肯定是会还的 我们家志文怎么会欠钱呢 我看 你就是故意来敲诈勒索 你们说我老公欠你们钱 那就请拿出证据 如果是真的 我们肯定还钱 让我老公清清白白的走 好啊 你想还钱是吧 你们都看好了 这个 是我儿媳妇儿 我儿子欠的钱 你们找他要就行了 妈 我还钱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要查清楚 志文在外面到底欠了多少钱 这些钱究竟花在哪里 这有什么好查的 那钱 肯定是都给你花了 妈 凭良心 我可没花过志文的钱 你们有证据吗 各位看清楚了 这是裴志文欠我的钱 上面 有他亲自的签名 八百万 怎么这么多 那 志文到底用这些钱干嘛了 还别问我 我可不知道是 关于这些钱的用途啊 我都查清楚了 还是 我来跟你们讲一下 这一百万 是裴志文老家翻修宅子的时候 向我借 这五十万 是裴志文他弟弟结婚的时候 问我借的彩礼钱 还有这五十万 是裴志文出国旅游时问我借 好像还够了 你还想这块不够乱吗 你是非想把我们这个家搅散不成吗 妈 你也看到了 这些钱 可是没有一笔是画在我身上的 所以 就不换了 你不换 你难道 还让我土白八截子 让我太婆换吗 妈 不是我不想换 问问看王律师 这笔债务 究竟我该不该换 按照法律规定 一方配偶死亡 双方夫妻关系将自动解除 按照遗嘱继承遗产的一方 也要承担对应的债务 妈 你也听到王律师刚才说的话 不是我不愿意帮你还 是我没这个义 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那你的意思是说 这些债务 都得需要我自己还了 不是我的意思 是法律规定 法律规定是死的 人是活的呀 就说说 我该怎么做 才能不承担这些债务 除非 除非你主动放弃一闪计刺 什么 妈人都没有 你们以为我是瞎大的吗 这些债务 都应该用苏传来还 妈 不是我不想帮您还 刚刚你也听到王律师怎么说了 这些债务和我没有关系 所以 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我偏不信这个信 凭什么 你们说让我还 我就得还呢 那个 这回 这回 干嘛他什么时候我要钱 老太婆啊 你以为你撕了这欠条 就不用还钱了 幸好老子留了一室 刚刚你撕了这副硬件 原件在这 阿姨 找死阿姨 阿姨 你没事吧 阿姨 你这么烫我做什么 珊珊 我记得你说过 你上大学的学费 都是志文资助的 是啊 师哥对我的恩情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那你还记不记得 这么多年 志文他资助了你多少钱 不知道了 不过有机会 我一定会偿还的 机会 现在机会来了 刚才这些人说 我儿子外面欠了 几百万的机会 现在都没有你来还 阿姨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你刚才还说要回报我儿子的 怎么这么快 你就变了 我没有返回 师哥欠了这么多钱 于情于理 这个钱也不该我来偿还 刘珊珊 你装什么装啊 别以为不知道 我儿子欠的这些钱 都是因为你 师哥欠这么多钱 可会有什么关系啊 让我问你 你这些衣服 谁买的 你那高档包子 你这些手材 都是谁买的 我自己买的 你自己买的 你刚上班多长时间呢 你说你买的 我信吗 阿姨 你误会了 这些 都是我自己买的 我叫你撒谎 这些 都是我儿子 给你买的 你还不敢承认 你没有撒谎 妈 你的意思是说 刘珊珊从头到尾 身上穿的 戴的都是志文给买的 那岂不是他们俩 就是这个刘珊珊 他高引的我儿子 他就撑我儿子钱来的 也就是说 我老公借的钱 花在这个女人手上呢 没错 所以 志文的这些欠账 都不应该由他 刘珊珊来活 你们真的误会了 这真的都是我自己买的 他没有花过师哥的钱 这是我老公手机 求紧花没花我老公钱 查一查 就知道了 密码不是我生日 也不是志文生日 更不是我们结婚纪念日 那会是什么 老公 你手机密码是不是换了 我刚换了 你试试 991019 算 上班来不及了 你有个未接来定 拜拜老婆 刘珊珊 你的生日 是不是99年10月19号 你怎么知道的 刘珊珊 我老公对你 还真是上心呢 2月14号 给刘珊珊转账15万 购买LU包包 3月16号 给刘珊珊转账150万 购买学区包 5月21号 给刘珊珊转账 别捏了 别捏了 我叫他别捏了 七夕节 给刘珊珊转账50万 刘珊珊 我老公的钱 还真的全都给了你 证据确凿 你还有什么话 2月14号 给刘珊珊转账15万 购买LU包包 3月16号 给刘珊珊转账150万 购买学区包 5月21号 给刘珊珊转账 别捏了 别捏了 我叫他别捏了 给刘珊珊转账50万 刘珊珊 我老公的钱 还真的全都给了你 证据确凿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不是吧 嫂子 给我解释 不是这样的 我只是来直播给追到会 没想到让我吃到这么大个卦呀 解释 好啊 我倒要听听你还有什么解释 还能编出什么样的荒 这钱 不是师哥给我的 是 是借的 是是是个借我的 借 借正 这可是我们夫妻的动物财产啊 嫂子 这钱 真的是师哥借我的 我大学 更别 那女的 不会是笔线 是小三 我有钱 我早就看得出来这个女的 不是个好东西了 是 我可让无欲罪 扔入他 再借给我的 我去 是不见人数标到五千万了 我好像破解了流量密码 你 喂 你这个狐狸精勾与人家老兵 多亏人家经典 神经病 谁啊 没打错 找的就是你这个网络婊子 难过 神经病 你到底是谁啊 狐狸精终于解释 你怎么知道我手机号码啊 喂 喂 被网爆了 阿姨 我们被网爆了 家人 小五的目的是 要让全世界都走 这对恶婆婆和小三的恶性 这还不都是怪你 家人们 不好了 恶婆婆和小三要来抢手机了 家人们 小五是我请过来直播的 我请你做一场直播 不过 所有收益要全部捐给受灾灾区 什么直播 我老公的追悉 我老公的追悼会这么多刺激 为什么要搞直播 他嫌质文不够丢人是不是 爸 质文 可是云城知名人士 他走得这么突然 当然要全国人都了解他的生前事迹了 只不过 像今天的这样场面 是我不能被料理的 我警告你们 我的直播剧 现在可是有五千万人在看 我看你们谁敢抢 哎呀 现在是明白了 儿媳妇 你安排了 是真厉害呀 妈 那遗产的事情 不要了 遗产也捐赠了 我什么都不要 各位 遗产和债务问题全部解决 追悼会 正式开始 家人们不要离开 千万不要离开啊 追悼会现在开始 进入正式环节了 等追悼会结束 我就带志文离开这里 妈 别着急呀 精彩的还在后期 你好 求细盆火化炉已经准备好 可以安排 夜日进 什么 苏苏 你要把志文火化 妈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啊 我定了一个超级豪华的 等这一道会议结束 急刻安排 这些人的天哪 不行 不能火化 时间差不多了 可以拉我老公去 是 不行 不能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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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人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请大家都吃安静 光严肃 我儿子没死 我儿子还活着呢 我 知我 当了正常的事情 你干什么 你 家人们 欢迎来到人与科学现场之 榨师现场 吓死人了 马上要火化的人突然坐起来了 幸亏多看了一眼 真要是扔到同士奴利 就是杀人哪 警察呢 能不能管哪 苏苏你 老公 你还活着 我刚才看你手动了一下 我还以为诈尸呢 老 老婆 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都不记得 什么都不记得 那你就要好好问问你的 珊珊师妹了 是她告诉我你已经死了 我才拉你去火化的 我 我 我也是听医生说师哥你死了 这才通知嫂子 我没想到就活过来了 没死就好 没死就好 我儿子命大 阳王爷 这不收我儿子 回家来 儿子 回家 老公 来 老婆 你这是在干嘛 我还活着你们也高兴吗 高兴 当然高兴了 我这不是 在确定你是不是真的活着吗 是真的 我还真活着 那么我就要好好就问问柳珊珊了 我老公明明没有死 你为什么告诉我他死 我 我 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幸亏我老公活过来了 不然就要被拉去火化了 师哥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算了算了 就误会了 误会了 不 这可不是单纯的误会 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医疗事故 老公你放心 我一定查得清清楚楚 给你一个公道 什么公道不公道的 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那是就这样吧 苏苏 要再有这个事 你可千万不能把质文捧化了啊 妈 你的意思是质文还要再死一次 怎么会呢 这一次 就吓死人了 哎呦 哎呦 儿子妈妈妈我头晕 哎啊我们回家 慢着 术总 你就弄什么幺蛾子 我报警了 术总 我真不明白 志文都活过来了 你还报警 做什么 妈 就是因为志文活过来了 所以我才报得紧 因为我怀疑 有人勾结医生 想要谋财害命 是影响多了 谁那么缺德 做那损人不利己的事 妈 可是姗姗告诉我 志文死了 我才把他拉到殡仪馆火化 你想想看 那么大一个医院 难道连死人和活人都分不清啊 佑莎莎 究竟是谁告诉你的 说志文死了 我也是听医生说 师哥死了 我才跑去告诉嫂子的 你听哪个医生说的 我记不清了 我当时也太担心师哥了 就没太注意 夏老婆 珊珊一时没有听清 也是人长见 老公 你当时都怕要死了 你怎么知道在你身边的人 是刘珊珊呢 我也是瞎猜的 瞎猜的 所以 我完全有理由怀疑刘珊 撒谎 我没有撒谎 我当时真的是听到医生宣布 是个死亡的消息 嫂子 你得相信我 这些话你跟我说是没用的 一会儿警察就到了 你留着跟他交代去 师哥 你就让我放任他污蔑我 你都是说句话呀 苏晨 珊珊就在听错了 那也是无心之觉 再说了 我当时出社会之后 一直是珊珊跑前跑不照顾我 我辛苦 老公 我不过才说他两句 就心疼上了 你处处维护他 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珊珊上大学的时候 我资助过他 你当时也是同意的 可你刚才昏迷的时候 珊珊亲口承认 他的奢侈品都是你们买的 老婆 是这样的 珊珊当时刚参加工作 手里没什么钱 我呢 怕他经受不住外面的诱惑 所以才给他钱买的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 待会儿警察来的时候啊 我希望 你也能解释得这么理直气重 我们接到报警 说这里发生了一起诈尸案 是我报的 因为我怀疑 这里有人勾结衣室 谋害我老公性命 你们刚才说的 我都已经记录戴案 现在所有涉案人员 等我走一趟吧 接着 今天直播到此结束 后续还会继续跟进哦 拜拜 真的请假了 我没有撒谎 她是我们院的院长 不信你可以为她呀 院长 我要求林医生配合调查 裴志文出入面证明 以及检测经过 林医生已经休假了 等何况你老公故事已经活过来 还追究这人干什么 院长 我怀疑林医生有谋财害命的嫌疑 不可能 林医生一向紧紧业业 请立即配合调查 我现在就要求林医生回来协助办案 林医生 你明明说人已经死了 可是火化的时候人又活过来了 这种情况你该怎么解释 老婆都是小意外 你就不要为难林医生 小意外 什么叫小意外 都要被火化了还叫小意外 老婆 小点声 我就大声怎么了 连人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这样的人能给人治病 你们放心在这里治病 是啊 连活人死人都分清楚 把门记事了怎么办 不行 今天你们医院必须给我们说法 我们不再热治了 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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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别激动 先听我解释 可能是机器出了故障 林医生 我要找什么借口了 虽然我们是势利语 但是也不能犯这种叽叽窍 你好好说 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 是他们 是他们给我塞了红包 让我 其名是对你是的 林医生 你不要信我还要胡说八道 我什么时候可以撒谎吗 还有 你好好想 我不会骗我老 自己死 是图 我怎么知道你图了是什么 给我付了十万块钱并金 说这事成之后 有五十万的 原来 尚理师 骑制人在跟林杉杉双叙叙双飞 竟然不惜花重大的代价来做去 还真是煽费过 哎呦 我我我通讯 儿子 儿子你怎么了 没事吧 进来到这 儿子有病刚性 身体虚弱 我需要带他去看医生 别装了皮纸本 我们已经查到了 你买了出国的机票 就是为了摆脱他的巨额债务 刘莎莎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我 我说 我全都说 嫂子 师哥他只是想家私离开你 没想到 你 你竟然真的把他弄到火葬场去了 所以说 你和裴志文 联手制造了假死 你们为什么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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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什么你都是说呀 不 师哥 你 你这是 我怀孕了 师哥呢 已经三个月了 三个月了 我这么久了 嫂子 我跟师哥是珍惜相爱的 师哥也说了 要给我一个名分 也要通过阿姨 把财产给我一部分 但事不成想 你把财产全部都捐了 所以刘莎莎 你为了我老公的遗旨 居然连名声都不要了 还编造这样的谎言 我没撒谎 我肚里的孩子 真的是师哥他 嫂子 事到如今 我也想开朗 虽然我不能跟师哥在一起 我希望你可以接受这个孩子 我 祝福你和师哥 我是丁克一组 我也不喜欢孩子 更何况是你的孩子 裴志文 我们离婚吧 明天上午八点 明镇觉醒 不是 媳妇 千万不能离婚 咱们这个家 不能没有你啊 你个贱人 都是你 害得我儿子要离婚 你可我打死你 妈 妈 上阿姨 上阿姨 妈 据调查 刘莎莎和裴志文 涉嫌诈骗 王玉兰知情不报 人证物证据代 你们三个 我们走一趟吧 四哥 您十年前 圈赠的那批遗产 慌住了很多 平坤大山里的孩子 让他们能够有范殖 有遗传 有学上 您这次回国 他们都非常的开心 心事 停车 培志文 我的对应为你说 帮他 你现在嫌我没有 不要我了 你没留心啊 快过来 这不是裴志文和刘莎莎吗 没错 就是他们 还有全体的肺 一点肉都没有 以后不要再缠着我了 培志文 你把我帮他 怎么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真是难离府上墙啊 苏淳 苏淳 是我 我志文啊 车挺好 一块新车了 挺好的 苏淳 苏淳 带我走吧 我不想再跟刘山柴过苦日子了 我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你见 哎 苏淳 苏淳 没事 我发展 搜索 嗯 想再件事 的话 discussion 我 我 保抢 。。。 我 不 感谢观看